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对我们私房茶老江香酒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为了解一下 孙立平教授说过 21世纪可能是个黯淡的世纪 黯淡的世纪 且有层出不穷的政治话题 这些话题不准鲜活 而且很立体 这里面我们来补一补历史的课 原大都的文化遗产 原大都的北京 早先的称号原大都 原大都的文化遗产有三样 吹牛 拍马 溜须 那么现代拍马币有一个巅峰之作 是著名的上海画家陈半斌 他在拍毛泽东的马屁 那真的是炉火存经 他的水准绝非蔡奇李鸿忠 能跟他齐间 民间的历史学家认为 吹牛拍马溜须 都是元朝大都 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可以是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一个内容 话说 蒙古人入住中原 建立了原帝国 定都的燕山脚下 建起了大都城 这后来就叫原大都的北京 还留了一段原大都的城墙的遗址 那么元朝住在北京 蒙古人 舍木人比较多 因为那四等字 汉人和南方人 南蛮 不能够没什么资格住在北京城中 疑似乎蒙古人的文化 也就逐渐渗透到京城文化之中 比如说 北京现在把街巷 称为胡同 胡同就是蒙语的影响 胡同的蒙语中就是水井 和帐篷之间的小道的意思 草原上的帐篷之间的小道 来到了城里 那就自然而然变成了街巷 另外呢 我们常说的吹牛 拍马 溜须 也是原大都文化的遗产 但流传过程中 逐渐改变了原意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吹牛 人 总希望自己血统高贵 家族富有家世辉煌 尤其是官场 苦出身 虽然可以说明自己奋斗拼搏 但同时说明自己关系很多根基很浅 所以在官场混的人 就要攀龙富凤 就要夸奖自己从前的富有 和现在的富裕 蒙古人的是游牧民族 富裕的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牛 所以很多官员凑在一起 都爱显摆自己曾经的草原上 用了多少头牛 自己在手下人面前 也时常要夸一夸 老爷想当年 在草原上有多少多少头马 多少多少头羊 多少多少匹 牛 当老爷们正在兴契勃勃 吹嘘自己曾经的牛羊成群时候 有下属官员有下属官员要来到访 仆人们就告诉他 请稍后 大人正在吹牛 吹牛原本的意思是吹嘘 显摆的意思 四川到现在把东一级新一级的咸调称为摆吹牛 有人物有情节讲故事的 这叫摆龙门镇 汉族人在杀猪的时候 为了容易把猪毛刮干净 要从猪腿处插一根管子 往里头吹气 一直把猪皮吹得鼓鼓的 刮马好刮 这个动作叫做吹猪 当吹牛从蒙古人的草原流传到汉人中间 硬拿猪去套牛 就产生了误解 一似乎就派生出吹牛逼 吹牛腿 后来呢 现代话也干脆的吹牛逼了 我们现在所做吹牛 已经成了夸大事实 无中生有的意思 有了大象 就不吹牛了 就说明吹牛就是夸大 而当年的吹牛 一点浮夸的意思都没有 吹牛 当年老爷家羊羊羊羊羊羊群 多少头牛 吹牛 从吹牛到吹牛腿 然后再吹牛逼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吹的部位越来越柔软 越来越具体 第二呢 谈谈拍马 蒙古人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 元朝的官员多数的武将出身 下级对上级最好的赞美 就夸他的马好 一方面是蒙古人对马 钟爱有加 古时候挣在一个人两匹马 滑滑就走了一大把的牛肉干 人家就可以杀戮无片 另一方面 马也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 所以夸长官的马 就等于夸长官 下级见到上级 往往对上级的马夸几句 一面拍着马的背 上级的马背 用尽天下最美的词汇 夸赞这匹马 比如说 飙肥体壮 中长毛量 追风感叶 踏雪无横等等 总之 要把上级的马 夸成是宝马良居 后来很习惯 人们就把对上级的吹捧的马 叫做拍马 因为夸奖的话是不一样 拍马的动作是一样 好马好马 很少骑马的汉人 用自由想象 把拍马逐渐演绎成拍马屁 这是外行的 你拍马屁看看 马一跌 一跌这个蹄子 把你踹得很远 拍马一般的情况下 只能拍马的腰 马的肚子 马的背 如果你拍了马的屁股 马就有一种感觉要开落 马就会向前走 马一走 马的主人也跟着腰走 所以拍马屁 等于是脸的上线走 哪一个下级 敢拍上师马的屁股 把他给赶走呢 没有 拍马屁拍马 到了现在 现在是拍汽车 你要奉承你的上师 你要在他下车上车的时候 拍趴的车说 手掌车真棒 刘献警鲁白色 有气派构实上 上师听到一高兴 兴许就会提你一级半级 要当个护研究员 研究员也比较容易 不用写论文 第三 叫溜须 我们看到少数民族的舞蹈 蒙古舞 新疆舞 一到表演欢快的时候 南野年总是大拇指 从彼此向左右摸他的胡子 有没有都要摸两下 在电影和电视剧 我们经常也看到这样的镜头 新疆蒙古族男人 在喝完酒和奶茶之后 要左右摸两下胡子 然后哈哈打笑 陈佩斯 那个华其熙也有这个场景 抹胡子 是蒙古人 新疆人 是舍目人 高兴时候的传统动作 抹胡子的动作 用汉语来说去溜须 下属或者奴仆 总是不愿意老爷 烦闷焦躁 上师怒火中烧 他们就会迁怒下属和奴仆 所以下属和奴仆 最好的办法 就是想方设法 让上师和老爷们高兴 上师和老爷们心平气和 手开始溜须 大家悬着的心 就像一块石头落地 最后简而化之 把哄人高兴 称为溜须或者吕须 这种其官场和大宅门的简称 通过口耳相传流露的民间 就发生了两个变化 第一把溜须 吕须 变成溜须 另外把吕须的人 从上级和老爷 变成下级和卢谱 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说 某某人又去给领导溜须了 或者你又溜领导的须了 各位要知道 上师和老爷的须 是不可以让别人溜的 别人也不敢去溜 谁敢给老虎 捋须和溜须呢 再后来 打溜须 就没有道理 我们只好让步给 约定俗成 打溜须 说到这时候 其实历史上当代史上 最牛逼的拍马屁 而且最恰到其分 是谁呢 给大家讲一个经典的案例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在上海的一次聚会中 诚意向毛泽东介绍 上海画家陈半丁 毛泽东故作惊讶 哦 画家 陈半丁说 我哪算画家 毛主席才是大画家 陈半丁的回答 让在座每个人都感到莫名其妙 陈半丁接着的漫条诗里说 你老人家改天换地 是山水画家 你帮助我们改造思想 旧人变新人 是人物画家 你提倡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是花鸟画家 众人叹服啊 这个陈半丁 既会溜须 又会拍马 而且溜起须来 滴水不漏 水平半数极高 陈半丁1876年到1970年 二十年代初 中期北京话谈不是上海的 领军人物 一代花鸟画大师 字画皆绝 吹牛逼拍马屁 也是上层之作 有朋友对我说到细细品味之后 觉得陈半丁这句话 还是耐能寻味 你说他恶意奉承 一点都不为过 你说他画中带势 也还可以 中国文人的德行 很难说 谈笑有红武 全被毛泽东反右斗争 打断了这两股 往来五百丁 就来个大学用家 陈云切也不行 我说这个陈半丁的拍马屁 至少得体 还能得出一点画中带势的意味 现在的拍马屁 一点遮掩修饰都不懂得使用 比如说李洪中的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 过于直白出炉 但很容易被心难接受 蔡奇先生现在主管意识形态 他就懂得前所未有 而且是好几个前所未有 好像他忘词似的 这些人的水平 跟陈半丁画家 无法等量奇观 拍马屁 也是有段数 有学问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老杨 needs油 有的 老杨 ibilidad 要 不要 我不 没 有 老杨 是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